大家好,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粽子,但是又包不好,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肉粽子非常好吃的价常做法,以及包粽子的详细教程,这个饱满,不露米不加生,鲜香软糯,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,或者是前腿肉,都是包粽子最好的选择,改刀把它切成厚片,煎好,装入碗中,把肉腌制一下,锅里面倒入半瓶盖,80年的高度白酒,去清增香,适量的生抽,好抽调色,蚝油,88粒白色的食盐, 白糖,提鲜,下锅肉粒,把它搅拌均匀,搅拌均匀,搅拌均匀,放一旁腌制两个小时,接下来我们准备两种糯米,一种是圆糯米,一种是长粒糯米,大概有两斤种,把它融合到一起,锅里面加入清水,浸泡两个小时, 然后锅中加水烧开,放入一勺食用盐,把洗干净的糯叶放进来煮一下,这样跟糯叶进行高温杀菌,而且我们摊过的糯叶非常的软,大概煮一分钟左右,把它捞出,这时候我们的糯米也泡好了,有手清净的一年,就碎了,像这样就可以了, 把它捞出,捞干里面的水分,控干水分,再倒在大碗中,放入适量的老抽,生抽,食盐,放入一个切好的胡萝卜丁,这样包出来的粽子非常的软弱,把它焯散均匀,接下来我们把粽叶摆整齐,把两头修一下 接下来我们去两面粽叶,毛面朝里,方面朝外,叶根被叶烧,从粽叶的四面这一处,捏个三角出来,先放入糯米,上面放入我们腌好的五花肉,再放入一层糯米,放好之后用勺子把它压平 把一个糯米放入,把这个分进去,把粽叶的糯米,放入一层糯米,再放入一层糯米,再放入一个角旁边,托好之后用勺子把它压平 最后再打个火煎 好了 先这样一个四角粽子就包好了 我们这样包的粽子不露米不加生 非常的简单一方面 粽子全部包好放到高压锅中 加入凉水 水的量要没过粽子才行 像这样我们煮出来的粽子里面不加生 把盖子拧紧 按肉类键 好了之后再焖30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 粽香四溢 粽子不露米不爆腰 非常的漂亮 拆开看一下里面 哇 非常的香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粽子非常的软糯 里面的肉 特别的鲜嫩入味 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庭版 鲜肉粽子就做好了 里面加入的油 胡萝卜 营养非常的丰富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软糯鲜香 里面的肉非常的入味好吃 飞而不腻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有时间多给家人来尝尝吧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 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来